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条非常小众的自驾赏丘路线 可以这样说,不输西安任何一条自驾线路 我们前程自驾途中,所遇到的车辆不超过10辆 沿途你会看到十几个像油画般的村落 红叶、彩林、红山、松柏、高山、瀑布、小桥、河流、原始森林 多到应接不祥 我们在终点竟然看到了雪山 这里简直就是自驾赏丘的天堂 摩有亚弯的圣地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记得先点赞收藏 这是一条环形的自驾线路 一天时间可以逛完,不走回头路 先出发,首先导航至安县八盘村 此时会进入银两路 开始全程自驾在一条形式盘龙古道的公路上 秋景可尽收眼底 我们越过高山,原始村落,成片的柏树林 仿佛进入了瑞士小镇 严本赶路的我们又被眼前的瀑布吸引 慢下了脚步 半个小时的路,我们硬生生的走了两个小时 到达八盘村,开始导航广阔街 又是一段如丝如画的风景大道 一路穿行在田野、村落、开满红叶的山岗 沿着宽广的河流,此时进入安康界 早就听闻安康市陕西的小江南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 那种浓厚的江南气息扑面而来 哇,我竟然看到了雪山 此处位于黄花岭段 这也是此条路最美的一段 海拔两千多 因为气候的原因 这里的红叶彩林可以媲美光雾山 下一站长紫霞,途经广阔街 这里季风雾吏,怪石凌寻 红叶长衣悬崖洁 还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光头山的雪景 到这里此次的旅行就告一段落了 时间允许的话,还可以徒步分水岭 这里的秋景我就不用过多介绍了 称得上是西安周边秋景的天花板 这一路的美景实在太多了 再好的镜头也不过是记录了那美好的一部分 更多的风景等你来发现 最后从朱切返回西安 结束